Hello 大家好 再次歡迎大家來到法者的生活頻道 今個星期Rick因為家人來探望他 所以我和他的節目會暫停一個星期 但仍然會和大家送上一些故事 這是一個新系列叫做法者講故事 是一些法者人生上遇到的一些人的故事 都是真實的個案 不如今天就講講三個關於小三的故事給大家聽 首先我是沒有落任何道德的批判 大家自己聽完之後可以有一個想像或評價 今天會講三個故事 第一個發生在香港 第二個發生在法國 第三個是催眠時候遇到的個案 首先講一下香港的故事 這個故事的事主是一個我認識他的時候 他老公大約二十幾三十年 是埋近三十年 是一個富翁來的 很有錢的 當時我跟他講關於六道輪迴的事情 人間也是有六道的 大家如果不知道什麼叫六道輪迴 可以去這個連結看看 我就說了 好像你這麼有物質封住的人 就比較像在天上 然後他跟我說 其實不是的 我很慘的 我就讓他繼續說下去 因為其實他是做人的第三者 當時很小就認識這個富翁 然後他當時沒有小朋友 所以到富翁八年歸老的時候 自己就沒有人沒有什麼 也不夠力量或籌碼去增產 而他沒有工作很久了 結果我認識一下他的時候 沒多久他就有寶寶了 他就很開心了 因為這個寶寶可以讓他成為 以後生活的一個籌碼 他自己本身也是有抑鬱症的 他是不開心的 而他的家境也不是一出生 就是富家千禁 也是一般的屋邨長大的小女孩 所以在這個富翁的圈子裡 他覺得很自卑 也覺得別人看不起他 這是其中一個成功上位小三的故事 但是我們經常看到一個成功的故事背後 看不到他接下來的發展 這個富翁的小孩子 其實比自己的孫子還要小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我就不會作出任何的批判 接下來就不如說說一個 關於法國的一個富翁的故事 這個法國富翁是很有錢的 他是在物流公司的 你一說這間物流公司 就有很多人都認識的 我認識的都是女士主 女士主他十幾歲的時候 很小的時候 有學會滾軸的 有一個partner 大家可能都會覺得 這個青梅竹馬經常練習的男生 會不會就是他的情人 猜中一半 因為當時 未夠十八歲的這個女生 是被誰看中 不是被這個partner的爸爸看中 是被這個partner的爸爸看中 所以也是帶他很多年 結果這個女生 在中學畢業之後 就去了這間公司 那個爸爸公司那裡做秘書 不知道為什麼秘書這個職位 真是幾近水流台 或者一些男人很喜歡 把秘書這個位置 給他一些有potential的人 然後就跟這個富翁一起 大婆又逼走了 就是逼走了大婆 但是是沒有結婚的 為什麼呢? 因為在法國我認識很多 有些錢的男人 甚至都不是富翁的男人 有些錢而已 有家公司的兒子 都是不會結婚的 他們會覺得 因為這裡和香港的結婚制度不同 結婚之後 要共同擁有財產 所以很多人就不結婚 或者選擇要簽一張 在財產分開的合同 然後到這個女生 四十多歲左右 他們行了一個婚禮 開了派對 但是也是沒有簽紙的 到了這個女生 五十多歲 生了一個女生 這個富翁 大約二十多三十年 要跟他分開 因為他認識了一個三十歲的第三者 可不可以叫第三者 可能是第四、第五、六者 然後他跟這個女侍主說 他說 你要搬走 這間大屋你不能住 住到女兒十八歲 你就要搬走 亦是沒有情講的 這一個就是小三 亦是想像我一個故事 但是亦是沒有知道 很多時候我們都不知道 後續是怎樣 後續是他五十多歲的時候 要出來 然後重新為一份工 去養活自己 當然應該是有善養肺的 但是總之 我再見好他的時候 他的樣子比我想像中 是老了很多 他以前是很漂亮的 這個故事還有少少後續的 就是 記不記得 剛剛出場的 他滾軸的伴侶 跟他差不多大 那個伴侶 我不知道是不是 苦苦無犬治 結果他坐牢 這個男生 因為什麼原因坐牢呢 是因為 衰十一 什麼叫衰十一 就是 與未成年少女 發生性行為 暖痛 到這裡已經是 所以 不知道是不是遺傳 接下來 就說另一個催眠個案 這個催眠個案 之前我也說過 在催眠的過程當中 他就入了一個角色 這個角色 就是從年輕到老的一個角色 他是一個大婆 當中經歷過很憤怒 很不甘 很妒忌 為什麼 因為他的老公當時 也是一個催眠的 他曾經自殺過 在這個角色當中 然後他起身的時候 他才跟我說 其實他在今世 都做過幾多次催眠的 即是在催眠的當中 是被他站在另一個角色當中 做一個大婆的角色 去讓他感受一下 被小三傷害的痛去到哪裡 所以他起身之後 有一段時間都迷惘 還有 不知道自己怎麼做 因為 現在有我聽過一些說話 就是說 小三並不是第三隻 第三隻是那個不被愛的人 我沒有想是對還是錯 有很多角度去看 這件事 也有些人會覺得 愛情是沒有分先後的 只是分愛不愛的 很多人可能都是 根據這個法則去生活 但當他經歷了 是一個親身的感受 如何被傷害之後 他會懷疑自己 他會覺得自己可能 都是做得不好的 那 發者說故事 不會有任何我的批評 或者我的判斷在裡面 希望大家自己去想一想 就好像 白雪公主和白馬王子 我們看到他們風光的一面 但是 究竟繼續下去的故事是怎樣 是很多時候 都 大家想像不到的 為什麼我會有這個系列 就是因為 最近有個朋友 他問我 有沒有人 在這個世界上 沒有任何壓力 或者人生的問題 我就說 你有自己的問題 因為我的朋友 在金錢上出了問題 我就跟他說 就算金錢沒有問題 物質豐富的人 他們都有很多壓力 有很多不開心的來源 所以 做得人的 其實都應該 是有不同的課題 有不同的大佬要打 這樣才可以看破 更上一層樓 在這裡 故事講完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ugh 天啊 魏